現在第一時間就是要鞏固他 2028年黨內先沒有人挑戰他 他自己挑戰沒關係喔 但是他不准你們挑戰我 所以這個部分 在今天提電文餐案件出手 最主要是真真正正標準的台階價格 對不對 剛才講的 這個黨賴清德上任之後 他講以賴清德的個性 剛才講我一定會查幣 除幣 除幣是他一個最擅長的 可是除幣過程裡面很講的 柯批啦 國民黨啦 什麼不什麼 不然你當然說喔 沒有 如果兩千塊起來他要 最頭一個要對付什麼 對付什麼 就是第文餐 怎麼可能 你還黑白說 還讓你說對了啦 我怎麼會黑白說保證的 我們積聖的那麼多黨 我一黨倒一半 我有黑白說 不可以 你說文餐的什麼 怎麼可能 你說這個檢察官是古教對不對 對 丹家儀 對 丹家儀是古教 我跟你說 廊清德也是古教 我為什麼會說 天文餐廢険 我們現在還在公道回來 要擔一個國防部長 不好意思我問你 要擔一個國防部長 要擔一個外交部長 要擔一個六委會主委 要擔一個海紀會黨署長 總統 你看 要什麼人擔頭 總統 對不對 當然要總統啊 所以你說叫什麼人擔 那都不奇怪了 這就是這局拜託 請你擔到 照你的人頭用一個啦 照人頭 想怎麼不用照你的人頭 坦白說我了解 廊清德的個性 意義喔 來看你們這個案子 你剛才說 文餐廳是 離空一千年幾月收錢了 對啊 是不是九月收錢了 離空一半年比較錢形成就 五百萬嘛 這我告訴你 這叫標準的關上高潔 沒有人幫你通你錢 水爪了 放在這裡 有可能生魚放他收過花啦 錢收日未來又有行 我再跟你請教一下 離空一千年九月 為什麼敢去收錢 因為他認為文貴 為什麼文貴 因為那個月我青頂兄 真的從台南要上來 我有跟他爭鬧 我又祝他競爭一千流啦 所以他很高興 第一 九月他還沒上來喔 他是九月收錢八糟糕喔 但是要叫他祖高的時候 是八月底喔 他九月收在台南說什麼 國家民燃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他需要積實改關五缺 欠水 欠電 欠土地 那時候就已經公開選擇了 第一案子他還是說有缺 要積極辦理 連山開 很多次會 而且是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 那時候就開始 電文燃就沒有議長跳入了 我又請問你 兩年的 法務部長 一個苦泰山 一個副青雄 我真的做要跟兩黨 這些案件發生的時候 他在做行政議長 你看他也都沒聽到 他也都沒聽到 你沒聽到人說什麼叫做養套沙 你說2017年2018年 剛好就是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調查局 法務部 大家為什麼 一定會把兩千個報告 因為沒人想說 他的條件創英文 大家都認為 他是後蔡英文時代 八年後的接班人 沒想說他在2019年 跳出來條件創英文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進步 所有的消息 我們都會說 但他動得了嗎 動不了 我現在又跟你說 第二條 他現在這條出了第二部 所有在這五年來 這五年來 你們投行 讓民產和所情商 安排在 檢警調 金融單位 國防 金融單位和行政單位 才會的人就對了 他這三個月都要請賓 大欺騎 會大欺騎 你不用 等來看看 對 他如果沒請就對了 他會威脅他 因為 年紀一股 反對六千個的勢力 在後面在他搶後面 現在第一時間就是要鞏固他 2028年 黨內先沒有人挑戰他 他跟他一樣挑戰沒關係 但是他不准你挑戰我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在今天你提電文產 這個案件出手 最主要是 真真真標準的台階價格 所以賴清德會怕 他們 欸 來看布袋 外面對我們要 兩禮拜前說做一個民調 22冠市加價 陳其邁一個人獨特49元 這出來要有三千條 怕死的 你聽到嗎 這三千條 他會去做這些 他過去所做過的事情 他會去防止 對 所以他今天對電文產台 我跟你說大家都聽得懂 譬如說台階價格 階價格 阿高咧 高很多 高有的在山上 有的在山腳 我跟你說 無所不在 因為 寶貞你看 二千條 看那麼多年了 坦白講 他不會結婚結婚 我們當時有的部分 你會把他學熱 所以 他起來 一定去鼓掌 那麼鼓掌 我沒辦法 跟你結婚結婚的情形 我只有帶一個 讓你們 做生煩什麼效應 你不敢吃民犯 對 這個案件 就好 他不一定會跟你辦得夠 所以 旁邊到那個 為什麼 我們一般人 你才會知道 過去要申請搜索 連署幫你撥回四次 這一般人 你不檢察官說出來 什麼都知道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包括二千條 這兩天 就在發表 對這件事的看法 面穿都不太好看 互網互縱 靠那個 為什麼這個壓不起來 因為這個 我們痛的 就是我們壓的 競然壓不起來 文產啊 現在是 心肝掉在本空中 有人說 文產之後就是 柯P就是第二 來 做你七月七月七月 是電文產的生日 對 我看FB 柯P的生日 是八月七月 八月六 十幾個月 從內閣人士一一出爐之後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引走向第一線 這個第一線很清楚就是賴系人嘛 掌握現在最重要的檢調系統 我們常講 當你要掌握一個國家 你要槍桿子 你要筆桿子 你要錢袋子 還有更關鍵的是 你要刀把子 而現在中美對抗的狀況下 你的槍桿子沒有辦法掌握在你的總統裡面 但是你的刀把子 你要威脅對手 你要穩固你的政權 刀把子一定要緊緊的抓在你的手上 而這個刀把子 我們看到法務部長 鄭明謙我們先講 他過去跟賴清德的關係非常深厚 賴清德擔任立法委員期間 跟四個青少年有所謂的口角 被打得頭破血流 誰幫他出頭 誰幫他解氣 就是鄭明謙 我們看到當民進黨在做政黨對爭競爭的時候 誰敢去動林芝廟 誰敢去動高雲安 也都是鄭明謙 也就是 他是一個不畏爭議 而且使命必達 而這樣的一個人放在法務部長 接下來這把刀會砍向誰 這把刀的劍會指向誰的咽喉 就非常耐人尋味 於是 昨天最讓人驚訝的內閣人士裡面 就是法務部長鄭明謙 他等於是坐著直升機上來了 大家覺得跌破眼鏡 但跌破眼鏡之餘才發現 他跟賴清德的關係這麼明切 而且他對於民進黨所有的政策 使命必達 使命必達 他就感覺上有一股腥風邪雨 即將展開 而就在這個時刻 非常有趣的是 既然陳凱林在獄州居然自產 他是跟光電非常有關的 而且當時賴清德講 市長騎一騎 大家騎一騎 為什麼 就是八字八槍 八字八槍就跟光電 光電又跟陳凱林有關係 所以等於說 當他 很妙喔 當他確定 鄭明謙出來 而且中和縣有可能去接 北檢的這個檢察長的時候 他感覺上 極度的絕望 絕望到出庭都不敢出庭 還有 拿一個拉環 去割自己 保良剛剛我們講喔 因為我們講 陳凱林他是最了解賴清的人 當他看到賴清德提名 致名證明謙的時候 他只好有件事情 台積大條 什麼台積大條 楊道立威 他只好 正名謙就是那把刀 而且這個刀 要砍向誰 砍向誰 自己人 為什麼 他講說 市長騎一騎 對不對 禮尾騎一騎 議員騎一騎 這個時候很清楚 賴清德最忌諱 而且最不滿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光電 台南的光電案 所以你陳凱林 當他知道賴清德提名證明謙 完真的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他寒毛會不會也站起來 站起來了 馬上站起來了 所以你看喔 他馬上說我在原本今天早上 各位他應該是要做什麼動作 今天他是一個出庭嘛 他被所謂戒掉嘛 戒掉要去討論到 剛好是哪個案子 光電問題 就是光電案 所以他嚇到做什麼 把這個什麼開灌器 在自己的胸口開始胡弄 反正亂弄一通 然後最後呢 趕緊緊急送醫 但請問有很嚴重嗎 沒有很嚴重 就逢三針 所以代表陳凱琳他聽到鄭明謙這個人事案 時機點就這麼巧合 4月12號 立刻隔天把自己弄得一身是傷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代表他心歡力亂 而且你出庭要談的就是光電的議題 也就是碰到了光電 碰到了鄭明謙再掐上 現在賴清德的手段 他嚇死了 而且看到了形容 他說他不但是自己話 而且發肩回到監獄的時候 他是一路哭回去 對沒有錯 寶貝哥等我們講 因為他回去之後 我們剛好去訪問這個監獄人 說陳凱琳現在到底狀況怎麼樣 他講身體沒怎麼樣 因為講本來他是用所謂的瓶蓋的這種開罐 你那個其實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結果沒有想到說回去之後 他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從頭哭到尾 整個歇斯底里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很妙的是 你今天關在裡面也不是一天兩天的 一般來講 你應該是剛關進去的時候 你情緒會起伏 剛關進去的時候 你會整天哭 可是進到一段時間以後 你照理講 你應該慢慢習慣 你怎麼會突然在這兩天 走起來呢 因為他看到證明簽之後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陳凱琳非常清楚 他可能見不到明天的陽光 見不到了 所以他當然這個 歇斯底里心情一陣混亂 完全就哭哭啼啼的 但你說為什麼這樣 因為原本 各位你要看 陳凱琳他現在是在哪裡 他是在台南監獄喔 各位 他不是在看守所 所以代表他已經發尖了 但你會問一個問題 但為什麼陳凱琳發尖了 為什麼發尖了 他是因為貪污治罪案發尖了嘛 對不對 過去利用自己的職位買 但是各位發尖有幾個問題 第一他是一審 二審 所以保德哥 代表他二審在知道 賴清德連任之後 二審在知道 放棄了 他直接放棄嘛 放棄上訴了 對 因為各位你看 他一審原本是判八年 二審判六年五個月 理論上來講 越打越輕啊 我應該要 繼續打下去啊 繼續拚啊 拚最高啊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看到說 賴清德也來了 然後包括呢 市長也騎起來了 包括誰 黃偉哲2月29號被戒掉 大家記不記得 他知道 賴清德是完真的 這個案子 如果他再上訴下去 自己會慘無天日 結果他就是到了什麼時候 一路到了最後 鄭明謙被提名之後 他才當場崩潰 因為他知道 賴清德之前講 檢調嚴格查辦 有證據 該關就關 是完真的 對 而且再來喔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到 鄭明謙 他一定會 炮口對準 陳凱琳 陳凱琳已經完蛋了 但寶輝哥不要忘記了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是誰 黃偉哲 黃偉哲有問題 對嘛 鄭明謙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 辦陳凱琳的時候 陳凱琳說什麼 說 跟各位講 我這個是高層下令 高層指示的 所以換言辭 有沒有可能 在他失去希望 在他整個陷入絕望的時候 也會繼續往上搖 搖到黃偉哲 當然有這個可能嘛 但寶輝哥你的問 不是啊那賴清德現在 為什麼要頻頻對黨內出招 對為什麼殺的這麼兇 對那我就反問一件事情好了 賴清德現在 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是什麼 連任啊 2028年嘛 那他想要連任 得要做到什麼事情 才可以保證自己 一定會連任 不是把政績做出來啊 錯 政見達成啊 錯 不是 兩件事情都錯了 只有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把所有競爭對手都排除罵 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所以你說 他要跟習近平一樣 習近平上任以後就是搞貪腐 殺貪腐之後 習近平所有的對手 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 包括李克強 我全部是要不就死一非命 要不然就把你頭先閃至 當我沒有任何對手的時候 我才能夠天下無敵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來舉例一聲 請問美國 拜登也好 他政府有做得很好嗎 經濟有搞很好嗎 沒有嘛 但他們做對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什麼 打中國 打打中國 殺中國 那請問習近平他之所以能夠當皇帝 之所以可以連任再連任 是因為他內政做得好 經濟拼得好嗎 也不是他把所有共產黨黨內的意己 通通剷除掉嘛 所以你第一說政治邏輯 跟我們一般工作的邏輯不一樣 我們工作邏輯是我把我事情做好 我兢兢業業努力工作 可是政治的邏輯是殺法是殺戮 政治的邏輯是 當我的對手在我的面前一一倒地之後 我是那唯一站起來的人 如果我是唯一站起來的人 我才能夠天下無敵 只要怎麼樣證明自己第一名 只有一種辦法 就是沒有第二名也沒有第三名 我就永遠都是第一名 這個才是政治邏輯嘛 蔡英文當初不也是給賴新的上的這一課嗎 對 就是讓他知道把賴新的給鏟除掉 那你說之前的馬英九 馬英九你以為想說每天在那邊慢跑 就跑進東路 當然也不是啊 他有沒有把人做掉 有嘛 他做掉誰 宋楚瑜是不是也被他處理掉了 李登輝也是嘛 把羚羊感給處理掉嘛 把郝博生給處理掉嘛 所以今天剛剛講呢 馬英九就是用一個假民調 把宋楚瑜給幹掉 然後再加一個投廢票 把連送同時幹掉 對所以各位 這個歷史都已經驗證 而賴清德已經抓到了 如何聯絡2028學校 就是把我所有有可能的競爭對手幹掉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美國有一個原則 當他們在跑步的時候 我只要聽到 後面的還不要改善喔 我只要聽到後面的人的呼吸聲音 我馬上回頭把那個人給幹掉 現在賴清德做的就是這件事 對保安哥哥姐 刀要怎麼樣才沒我的力 我先砍自己人才讓你知道 我是完真的嘛 賴清德是不是先動台南 那請問一下台南未來他有誰要去參選 他的子弟兵啊對不對 林俊憲嘛 那台南如果現在這個光電風波 一團混亂 請問有辦法選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嘛 選票都開不出來 所以第一刀先殺這個 再來各位 我們看到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消息 你現在看了看懂了 第一個 趙天霖夢名其妙被爆料 那大少爺搞不清楚 摸不著頭緒 羅智正被爆料 這個更奇怪 而最怪的是這個 鄭文燦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人都還有要選舉 但是鄭文燦 請問有沒有要選舉 沒有要選舉 他沒有要選舉啊 你爆料他幹嘛 突然夢人跑出來這兩個 那時候我們還懷疑說 是不是境外勢力泄入 結果他現在發現 會不會有可能 敵人就在本人室 有沒有可能就是自己人 也就是我不能聽到呼吸聲音 對嘛 當整個賴清德在前面奔跑的時候 如果後方鄭文燦 有那個喘息聲來 請問他會做什麼動作 殺 踹下去 腳踹下去 那我說 宇軒可是這樣把鄭文燦弄死 有什麼好處 當然有好處啊 請問一下 當今天趙天霖有把柄 當今天羅智正有把柄 當今天鄭文燦有把柄的時候 請問一下這些把柄 有沒有把它們置於死地 只到一半而已 羅智正現在是不是沒有抓去關 沒有 趙天霖是不是還好好的 那請問鄭文燦 是不是關還當好好的 為什麼 當我握有你的要害 當我握有你的把柄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為我所用 而且董文燦在講調 其實他真正的見指的是 柯文哲 對沒有錯各位 你不要搞錯了 黨內的競爭 那個對賴清德來講 只是制藥威脅 也包括鄭文燦 可能未來會替他開槍屁堵 怎麼樣說 都是新潮流 都還是自己家人 但柯文哲是什麼 外人 柯文哲是什麼 才是目標 讓賴清德選得最難看的人 今天國民黨的選票 沒有辦法移動 但是柯文哲的選票 這些小草們 這些年輕人 這些中間選民 賴清德可不可以要 當然可以要 所以對他來講 拿著正名牽 這一把武器第一槍 最好就是開向柯文哲 不管是說 你現在的台資光案 不管說你的精華塵案 不管說你在士林光電 相關的案件 他通通都可以成為 摧毀柯文哲的工具 董事長 這像你卻說的 現在對賴清德賴講 唯一的條路是 不是我自己能夠做多少 因為你能夠做多好 那是在天時地利人和 不是完全操控在你的手上 但是如果你有刀把子 在手上的時候 就像習近平一樣 我只要我的對手 一個一個在我前面 人頭落地的話 我就所向無敵了 保健你跑民進黨 跑了很多年 你知道民進黨 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個 重要一句話 什麼話 他是當選當天 開心一天就好 高興一天就好 第二天幹什麼 拼下連任 拼連任最重要 現在賴清德最重要的是 拼連任 余中從現在 內閣名單出來 看到了鄭明謙 這個刀把子 真的已經握在了 這個所謂的賴清德的手上 接下來真的是腥瘋瘋瘋 而這個腥瘋瘋 既對外也對內 當然是 你不把過去的貪腐的那種 毒瘤刮骨療傷 搞乾淨的話 你這個時候你搞 你這個下一次選舉 你到二十二六年 九合一就到了 對 到九合一到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 前面的包袱還在啊 你要不要把它清乾淨 管不下去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你為什麼會輸嘛 輸就是你前面 桃園是立法委員全敗 全敗 那台中是全黨敗得多慘啊 對不對 為什麼這次賴清德當總統那麼強勢 中間有個最重要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立法委員大敗嘛 因為你弱勢的立法委員 這派系變弱勢了嘛 所以總統變強勢了 也是理由之一啦 然後最重要的我剛剛講的 兩個理由 一個民進黨有本質上的貪腐問題 他要不要改革 要改革嗎 所以他這個刀 第一個會砍下這個黨內的 另外一個就要凱銷柯文哲了 柯文哲一定要處理啊 柯文哲他會用騙嘛 他柯文哲現在在這一次 2020選舉當中 世界有名 已經舉世聞名 是什麼事情 什麼事 就講話不算話嘛 欺騙嘛 他就從騙國民黨 騙小草 沿路騙騙騙騙 騙到最後這個封關前 11點59分還在那邊騙錢嘛 不是嗎 就是柯文哲一直在騙 所以欺騙的柯文哲 28年要不要選舉 要嗎 還要選 他還要選 他不是講他要選 他當天就宣佈他要選舉 他還不說他 柯文哲如果不宣佈 要選2028年的總統的話 對 他2024的開完票結果 民眾黨就輸掉總統了嘛 那他應該是不是應該下台 他要下台黨主席啊 他為了要當黨主席 他騙也要騙說我要選28年嘛 但是柯文哲在這8年的台北市當中 犯下的一些的痕跡 在這個整個事情 在這個整個目前陸陸續續 扶上的檯面 有痕跡 當然是痕跡 這好幾個大案子 台志光的案子啊 他還有什麼搞一些標案啊 對不對 工程啊這些事情 然後最糟糕的是說 這種金錢的流動 居然跟這些 他台北市政府的利益 都發生關聯性嘛 在過段時間520之後啊 我就會提告嘛 我就會去 我就會去告柯文哲 你會去告柯文哲 我當然要 告柯文哲 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這完全不合社會的正義 搞不好瑞德現在跟我搶得告 我要快點告 不要輸給瑞德 還不好意思 好那我們要講的 春交水暖壓先知 當然嘛 當你的名單 內閣的名單慢慢出來 鄭明謙確定到當法務部長 出現一件事情 陳凱琳 居然在獄中 拿這個所謂的小刀片 這個小蓋子 拿來制裁 他完全聞到那種 殺戮的味道 他知道這一局 賣手刷的嗎 他已經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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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為什麼要接受這個最後的判決結果 你認為只有一個案子嗎 目前所判的 目前的判決的案子 是接受的廠商的賄賂跟這個招待嘛 對不對 總共金額大概 康布朗東算了半天大概180萬 200萬 那我請問你 劉寶傑 他經手上千億的光電工程 你認為他只拿到180萬嗎 不只 怎麼可能嘛 他的權力遍佈到所有的光 台南的光電業者 他有何可權 對 所以他知道 大貨 大貨零頭 他這輩子關不出來 不是現在被判刑那個六年多 因為找到黃韋哲的後面 就是有其他案件繼續要擴大辦理嘛 那擴大辦理的話 請問你有沒有 難道別的廠商沒有嗎 我問你很簡單一個案子嘛 88槍開槍的事情現在破案沒有 沒有破案 沒有破案的時候有沒有業者在裡面 當然有業者 有業者有沒有貪腐嘛 當然有 對啊 所以這個再追下去 藍檢再追的話 所以這個陳凱琳的心情不好 不是為了他現在被判刑的 他是槓上開花一直被連裝 所以我就不懂 你都已經關了一段時間 我們所過去的了解是 你剛關進去心情會不好 你會吃不下睡不著 你拿我關了這段時間 你突然打工了 所以講 關這段時間應該 這個刑期已經接受 而且他對判的刑期他也接受了 對啊他已經沒有上訴了 那為什麼要打工 對 就是還有別的案子 更慘的 令案調查中 他知不知道令案調查中 他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是2月29號跟黃偉哲兩個對比 黃偉哲講什麼話 黃偉哲一定是全部推給他 我都不知道 都會做 那只有一案嗎 當然不是 現在只有一個案子 他後面的案子一頭拉股 一頭拉股 我跟你講很簡單 結果就是 將來關的沒完沒了 好 玉鳳 這樣講講的 為什麼今天陳凱琳會這個樣子 是因為大家都聞到了 對 瘋變了 陳凱琳的案子 其實他是屬於貪污治罪 條例裡面的收賄還有洗錢罪 他一審的時候判8年 二審的時候判6年5個月 三審的時候你怎麼可能不上訴 以我們台灣的理語 一審重拔 你一審一拔 有沒有 8年到6年 三審低腳蜜 他應該是有機會 選完了應該歡歡喜喜 低腳蜜蜜 低腳蜜蜜 結果他竟然自決於上訴 昨天那新聞出來之後呢 大家打電話去絞證書 有人說他在看守所 沒有 他發街了 哇 我們台灣是三級三審 既然有這種貪污治罪條例 有人在二審 算了 不完了 我放棄了 我進去關了 這個是少見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他昨天應該會 要去出庭 卻不願意去出庭 為什麼會想不開呢 因為他要去逛電的案子 他前面那都是小咖 找一些信招待 然後就騙人家的錢 然後收收一些賄賂 光電就像董事長講的 他那個東西 後面非常非常的複雜 除了找他之外呢 其實黃偉哲市長之前有去過了 而且呢 黃偉哲市長也有做出了一些 他要的 對有一些證詞 所以他現在知道說 如果再去的話 光電這一場 沒辦法收拾 所以他才會一時 一時想不開 然後後面呢 回去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太傷了 所以我不是關六年就算了 後面是沒完沒了 對 他就是怕後面沒完沒了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 一時想不開 一時就是做那個動作 但是呢 他也知道那個動作 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嗎 不會 但是呢 只要他有受傷 新聞消息就會出去 會出去的時候 他要幹嘛 他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不去開庭 就算後面我被壓去 我也不會講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後面太難收拾了 所以他已經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要來保我 你們要來救我 不然的話 大家一起死 好的 剛剛講的 現在陳改靈當聞到這樣的味道 還有今天剛剛講的 整個社會或是整個氛圍 都已經開始越來越肅殺了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是 賴賞他慢慢的把這個人事案出來之後 你看到之前那個國中生的一個事件 一開始不是叫你們不准說 不准提 不准報載 新北地堅數 對然後告訴大家說 如果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要法辦你 然後大家想說不行啊 一個好好的一個孩子 然後去學校上課 結果保護班上的同學 竟然就被殺了 後來那件事情 你看整個氛圍改變之後 現在凡事都告訴大家了 對不對 當初警方想要去申請陪同搜索書 也不願意給 現在不但給了 而且今天最新的 少年已經積壓禁見了 積壓禁見 在以前的話 這種少年法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子 收容保護管書 就這樣收容把它給處理掉 現在沒有 而且以前不准講的 現在都發新聞稿給你了 都讓你知道說 我們下午三點半 要開第一個庭 而且他是用殺人罪 對他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大家都感覺到 這個政府已經要玩真的 而且要把這個東西給眾叛 平息社會的憤怒 所以呢 很少看到這種少年的事件 第一個 把它用成一般的殺人罪 移送地檢署 地檢署 也給他申請 積壓禁見 現在地方法院 之前不是叫我們不准提 不准談 不然叫罰錢的 新北地方法院呢 已經 准壓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社會氛圍就是 殺 殺 只要有狀況 那就是先殺 處理再說 好 剛剛講的 現在真的有這種 氣氛不一樣了 充滿殺戮的氣味 而且這個殺戮氣味不是對外 對內也是如此 而且 賴清德已經很清楚了 他絕對不允許說 我在前面跑步的時候 我在背後 聞到別人的呼吸聲音 請問一下 民進黨的下一階段 可以挑戰賴清德在2028年的是誰 還有誰 你不要忘記賴清德曾經做了 因為民進黨在六都裡面有個規定 就是六都保障連任嘛 對不對 可問題是總統沒有這個規定 2019年的時候 賴清德是不是出來挑戰蔡英文 對不對 那麼 所以呢 我問你2028年 有沒有可能 那麼民進黨其他的中生代 出來挑戰這個賴清德 有啊 有可能啊 但現在幾乎已經沒可能了 沒了 為什麼 你說在這次內閣兵在裡面 他已經把他所有可能挑戰他的人 都已經 民進黨有三位中生代的 相關的人士 那麼他的可能性很大的 那其中有一位當然就是鄭文燦 還有一位林佳龍 第三位是這個等於現在啊 先把高雄市長兩任做好以後 再會圖謀 陳其邁 陳其邁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一次 是站在民進黨以前的這個權力的分配的過程當中 除了派系之外 還有包括人員的這個分配啊 也就是他職務的分配 沒有鄭文燦 也沒有林佳龍啊 林佳龍的部分不是三顧茅庐請他當外交部長嗎 所以第三次的時候林佳龍本來在考慮本來想拒絕 後來還是接受了這個外交部長的這個職務嘛 當問題是外交部長在下一次想要直接挑戰總統 你覺得可能性高嗎 不可能嗎 可能性就很低了 另外一位根本就連職務都沒有 鄭文燦是行政院的副院長啊 他在這一次的內閣名單裡面有沒有 沒有啊 鄭文燦跟林佳龍想選新北市長 我是新北市民我非常了解 他們兩個人就是想選新北市長嘛 所以呢才會跟 那麼已經在新北當了很多年的這個立委的這個 蘇巧會變成三組鼎立嘛 可是問題來了 那鄭文燦想選新北市長 是因為新北市有400萬是全國第一大六都第一大 但現在民進黨跟各地都有一個聲音越來越大 要求鄭文燦回任回國去選桃園市長 回去選桃園 那麼這樣講的原因就是因為 鄭文燦幾乎在2028年出局了 出局了 出局了 我在這邊直接跟你講就出局了 你說本來鄭文燦有可能威脅到的位置 沒錯 現在沒有 就算他想選也出局了 我想坦白的 那按照我對我好朋友高雄市長陳其邁的了解 他不會去躺這個渾水嘛 另外 他在這個整個佈局裡面呢 還想到了另外一個人叫柯文哲 柯文哲根據我跟董事長我們兩個人共同的想法就是 他的369萬票就是最高點 沒有了 我想坦白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然後呢 警戒了 柯文哲也怕自己沒有嘛 所以呢 那麼請問一下這一次 那麼今天公佈的文化部長的名字叫什麼 小野啊 你已經幾年沒有聽到小野的聲音了 小野是誰 小野是我們文化人 然後呢寫了很多書 然後呢也在華市當國總經理等等啊 然後民進黨的關係跟他很好啊 但是 他同時也是柯文哲2018年的競選總幹事 你知道嗎 當時啊 當時啊 曾經有國民黨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議員啊 質詢過小野說啊 你覺不覺得找你來是找錯人 結果小野怎麼回答 小野說完全找對人 為什麼 因為結果論我幫他打贏了這個選戰 小野是這樣講的嘛 而且他說他在選舉裡面受了很大的委屈嘛 柯文哲很喜歡他 後來還寫了信跟他道歉嘛 當時不要忘記喔 小野因為那時候講了一句話 在公開場合講了一句話 自己一出手就很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浮選過的人都會贏 柯文多討厭他啊 你這樣講下去的話不就完蛋了嗎 所以你要知道 可是問題來了 請問柯文哲是不是喜歡小野 他當然喜歡他 我問你啊 柯文哲就是很喜歡他 可是這幾年來他比較低調了以後去指風車嘛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指風車 那麼全國第一個訓練基地在哪裡 在當時現馬上要接任 現在總統府秘書黨的潘孟安的屏東 一起成立的嘛 所以呢他把小野那麼弄上來當文化部長以後 文化部長薪水跟大家都一樣 但是他的資源在文化上面的資源是無以復加的嘛 那我請問你目的何在 目的小野今天對面對媒體的人一直問他柯文哲 說你們一直問我柯文哲 因為所有的媒體跟我一樣都嗅到了柯文哲的味道嘛 所以他在佈局要把柯文哲的白的部分一個一個剷除嘛 很簡單嘛 這就是整個從這個內閣名單裡面已經嗅到了 2028年的連任味道 好所以我看 剛剛這裡講之後 現在這個內閣異味深潮 我最好奇的是 真的像吳董一直在強調的 血流成河 我剛剛聽那個瑞德哥在講 聽得津津有味 真的政治就這麼回事 我完全贊同 而且我覺得 現在鄭文燦目前他只剩一條路 就是選2026 他只剩一條路了 而且2026還不一定選新北 說不定回桃園 你桃園六起全部都輸了以後 哪裡失敗哪裡站起來 觀眾朋友你要先知道 這也太殘忍了吧 那沒辦法 因為保健哥你要知道 民進黨已經從 2018、2022兩次的地方現場選舉 其實都選不好 國民黨15期14期對不對 那請問2020跟2024 總統有沒有贏 都贏 所以民進黨不是不想選好地方首長 但是地方首長選贏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票要開出來 只要不崩盤就可以 因為重點還是總統 保健哥我用一個簡單的一個 二月合的小說 雍正王朝裡面的結構圖 我放在這邊給你看 你大概就知道了 現在誰是總統 賴清德嘛 他就是雍正 在九王奪低的過程當中 誰是他的對手 就是八爺跟十四爺 特別十四爺還是誰 還是戲出同盟的人 所以我就很簡單 十四爺就是鄭文燦 他犯了什麼錯 我現在講的最簡單 大家都聽得懂 臥踏之策 啟榮他人憨碎 今天為什麼鄭文燦 沒有在這個名單 那個名單中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沒有 他本來是副院長 想當院長 觀眾朋友我們就是論事嘛 為什麼後來沒有當院長 是陳建仁 因為他被藍營火力攻擊嘛 所以你怎麼周開一天 當然都有你 又以前的影片照片 對不對 等等這些事情 那時候還沒有那個桃園全敗 所以就先當副院長 本來大家等說 明年520就今年了 馬上就可以爭除了 沒想到不但是沒有被爭除 還是被真的除掉 沒有了 院長副院長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剛剛這個瑞德哥講的 我承接來說 絕不可以 什麼叫臥踏之策 啟榮他人憨碎 不能有任何一個民進黨裡面 有實力 有意願 有能力的人挑戰賴清德的2028 所以所有有可能挑戰2028的人 現在目前不能站在那個位置 那鄭文燦我不是說他想要挑戰 而是說他的身段很軟 這事情反而害了他 我一個人來跟大家講 馬上記不記得 張立善在今年2月的時候 鄭文燦去雲林他副院長 常常去跟地方有互動 因為他比陳建仁還要更積極 張立善公開大家上網去查 公開稱讚鄭文燦 是個非常好的副院長 身段很軟 做事又快 希望鄭文燦更上一層樓 樂見他當新的院長 完蛋了 你來行的 講完這句話以後 心已經量一半 你跟藍營這麼好 那你不就是八王嗎 鄭文燦不但是十字王 他還是八王 八王籠落人心 籠落百官 大家都上萬元書說 哎呀那個康熙爺 八王是最好的 藍營在稱讚你 我要猶豫了 第二個 在那個瘦肉菌事件的時候 誰跟盧秀燕兩個人 約說要吃火鍋 鄭文燦 就是鄭文燦 你連盧秀燕你都可以跟他 這樣好來好去 所以當他有能力 其實這是他的能力 可是這種時候 你要當一個行政院長 你要學十三爺啊 十三爺就是卓榮泰啊 我今天怎麼樣 鐵帽子王 我就是跟你換鐵兄弟 卓榮泰就是嘛 我不可能挑戰你的2028 但我可以幫你赴湯到火 上刀山下油鍋 所以這個人就是行政院長 林佳龍怕得不夠低 怕不夠低 對 如果林佳龍讓那個 那個賴清德認為說 他絕不可能挑戰2028 我覺得他機會其實並不低 那所以 今天我剛剛講了幾個點嘛 你桃園又沒選好 你沒有戰功 你又可能有機會 或者挑戰2028 再加上你真的 就目前狀況看起來 你就不是一個好的行政院長的人選 兩個都新潮流 那理由很簡單啊 三大理由 那不可能總統是新潮流 院長是新潮流 排除嘛 我們地方這個 需要你當秘書長 調和抵耐 他現在看起來不一定接 把這個我要先買一個伏筆 就鄭文燦現在目前 林佑昌的民進黨秘書長的那個職務 還沒有確定 對還沒有確定 那如果鄭文燦願意接的話說不定要去 同樣的林佳龍本來是第一波第二波都沒有他 不然都要顧慮熊 國防部長說外交部長可以一起公布 如果他同意的話 國防外交嘛 所以林佑龍顯然也是再三考慮以後 那個車開走了 我沒上車我就沒有跟上那個接班替隊了 他的接班不是接上2028的班 他甚至連行政院長的班都接不上 但是至少他還是個外交部長 因為我同意這個瑞德哥講的 左龍泰現在目前十三野換鐵兄弟 當的不會太短 只要他的身段夠軟的話 左龍泰不管當一年當兩年 下一個行政院長最有可能的人 就是高雄的陳其邁 但他必須讓賴清德相信 他不會挑戰賴清德的2028 今天我們看到了賴清德慎重騎士 去公布他的行政院長副院長秘書長 還有行政院發言人的這個 可是你說我們現在當然講 這個不意外也不驚奇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按下步表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國防部長 還有我們的國家安全委會的秘書長 這兩個都是小英德人 這個跟這個地區的穩定有關嗎 還有你講說今天顧力雄的出現 他是文人部長 你說這個彰顯了什麼 軍方的內鬥太嚴重了 軍方的內鬥太嚴重了 陸海空擺不平 才搞了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顧力雄 對的我認為顧力雄的出現 應該是這個意外中的意外 那唯一的解讀 反過來看過去的話 我就搞懂了 邱國正的兒子跑去 被爆料嫖妓這件事情 合理了 你說跟這個有關 一定是有人真的很兇悍 才搞到這種兵凶戰危 大家什麼雪地址都幹出來 幹到邱國正在爆孫子的照片 都鋪放在這個設計網站 你說是為了要搶國防部長 就是因為要有人爭才有人爆料 如果沒有人爭 你看農委會現在也沒有人爆料 沒有 對嘛 國防部長一定真的非常非常兇 搞到擺不平了嘛 好現在沒辦法怎麼辦呢 就搞一個 找一個不是裡面的人 不是這個是非圈的人 搞一個完全外行乾乾淨淨的人丟進去 這個人也沒關係就坐在那邊 就幹國防部長就好了嘛 然後這個事情才不會延燒 國防部的原來那個臭的味道 臭的鬥爭的氣氛會比較降低下來 所以就變成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鬥爭後的處理 可是不對啊 現在中美對抗這麼激烈 現在台灣是最前沿 現在中國的攻擊不但地擾台 連我們剛剛講的 台灣現在不但在侵擾我們 你找了一個不懂軍事的 只是為了擺平內部的紛爭 就找了顧立雄 你認為顧立雄不懂軍事 你認為邱國正又懂多少 邱國正也不懂 邱國正懂得鬼 立法委員那個質詢 海軍的立法委員上下質詢 他做筆記 他哪裡懂 董個鬼頭 他兒子不要出事就算了吧 對不對 你看一個要下台的部長都會出事情 這可見軍中的腐敗 跟鬥爭的激烈 你根本無法想像 那怎麼抗中保台 從來沒有 抗中保台是靠老美 不是靠國軍 國軍不抗中保台的 國軍只搞鬥爭 國軍搞走私香菸 你都忘記了嗎 七星香菸都可以升少將 而且那個叫走私 那個叫操買 對那你操買 你以前當兵之後 你有看過這種將軍嗎 沒有 這不可能的事情吧 我們軍人世家 有一個人升少將 你知道嗎 祖坟冒青煙 現在幹什麼 走後門就可以當將軍了 我當時彭工部的司令 是英宗委不會這樣子的 對啊 英宗委做兇悍 很兇悍的 把你搞死掉 以前我的外祖 我的長輩 當過湯安博的副總司令 的中將下跪 那搞錯了 國軍的傳統哪有種種 中將跟上將下跪 對 都不敢放 我跟你講乖乖的 這麼兇 當然兇 打仗 明天命都沒有了 誰給你搞這一套 現在不是 現在抗中保台是玩假的 現在東東是搞假的 現在馬英九都去哭了 你看到沒有 抗中保台跟 所以我跟你講 國防部長誰都可以幹 我跟你講 你要願意幹 我要願意幹 明天我們都可以幹 不要羨慕顧利雄 不用專業嗎 不要羨慕顧利雄 這個東西 不是那個東西 誰都可以幹 這不是老美的意思嗎 你今天賴清的 我不一定相信你 所以你要延續小英的人 所以現在 吳釗借跟顧利雄 都是小英的人 那好 那我應該講法上就是說 美國人接受顧利雄 這可能是個事實 所以因此 這個內閣的國安系統裡面 有國安會或是顧利雄 或是將來的 像這個陸委會這些 比較敏感的部門 應該都是經過美國人 美國人同意的人士 對 這個是對的 因為美國 為什麼美國人同意呢 因為現在有一個大原則 這個內閣 這個內閣 賴政府現在有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務 什麼事你知道吧 什麼事 11月份美國投票之前 不可以跟我鬧事 不要鬧事 你不要跟我鬧 鬧出皮肉來我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所以不能鬧事 所以你看那老美 一波一波跑來 跑來台灣 就安撫大家 你都不要鬧 那今天的內閣很清楚啊 今天的內閣就是 你看那就是一個保守內閣嘛 一個維穩內閣嘛 周庸泰會鬧事嗎 不會 安全牌啊 我們周庸泰是卓院長 我當然是在這邊祝福恭喜他 他不會鬧事嗎 你絕對不會的 安全的不得了 你看今天另外 今天的廟的棋是哪一個棋 你要看 要看政治不是看國安系統 關鍵小英那個人 11月份以後就換了就好了嘛 那什麼了不起的 你說等美國總統大選完畢以後 風平浪靜了 想怎麼換就怎麼換 從東給你幹掉 從東是保證賴系人馬嘛 然後你今天看到最重要的是副院長 副院長是 鄭力軍 鄭力軍是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吧 鄭力軍這個副院長一出現 我告訴你 兩個副院長不見了嘛 鄭文燦不見啊 林佳龍不見啊 兩個都我們的好朋友 讓一個副院長 幹掉兩個院長跟副院長嘛 所以鄭力軍才是關鍵期 是拿鄭力軍去擋鄭文燦跟林佳龍的 那不然鄭文燦跟林佳龍還有什麼機會 現在去哪裡你告訴我 不知道 你幫我 林佳龍也是我們好友啊 對不對 那林佳龍你知道要去哪裡 他如果 原來還搞一個這個副院長勉強委屈一下 對 還存點顏面嘛 那現在這個副院長沒有了 這個副院長插下去之後 這個台叫做大勢底定 以後的事情啊 通通都是左洪太的事 那是不是左洪太能做主呢 賴清德的事 當然賴清德 一個人在那邊很輕鬆的 雨傘關機慢慢下棋 對不對 所以把這兩個大勢的 都把你擺在旁邊嘛 擺在旁邊 旁邊一擺嘛 你看那個更惡劣的 這還有一個 昨天我們的自由時報 有一個更惡劣的地方 還把林佳昌搞上去 當秘書長 當黨秘書長 我跟你講 林佳昌在前兩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才跟媒體宣布 才跟媒體放話 說他已經跟蔡英文總統講 他想要選2026 那我問你 請問你啦 自由時報後面聽誰的啦 誰有影響力自由時報 誰有影響 當然蘇貞昌啊 對不對 把你搞去當了 我問你嘛 林佳昌做過什麼事 林佳昌曾經是民進黨的代理主席 我主席都當過 你叫我當秘書長 我現在不管 我現在問你 林佳昌如果當了秘書長的話 他能夠選2026嗎 不能 他不能求援兼裁判 那他的人生就是 更定了賴清德 有可能嗎 林佳昌會幹這個事嗎 他是政國會的少主了 所以林佳昌要談 當他開始在講說他選2026的新北市的時候 就會有昨天的這個自由時報報到他當秘書長的出來了嘛 林佳昌不可能同意去蓋這個黨秘書長嘛 他當黨秘書長就等於他放棄他的前程了嘛 那我請問你 他如果選新北市市長的話 林佳昌有沒有機會當選 林佳昌上次殺多少票 兩萬票 對啊 那林佳昌跟林佳昌什麼關係啊 師徒關係 親的真是親白的啦 他是要辦公室的人啊 對啊 他們兩個就是一個師父跟徒弟的關係嘛 民進黨很妙 民進黨的那個神輩都有兩個文臣武將 我們剛剛講的 陳水扁是誰 羅恩嘉 馬永成 那你就看到現在的謝長廷 謝長廷就是姚文志還有另外一個童 我又忘了 那個誰 游錫坤 游錫坤就是劉建興跟林佳昌 對啊 每個人都有文臣武將的 那林佳昌是在政國會裡面的是 遊戲裡面重要人馬嘛 林佳昌選新北的話 將來如果成功的話就變储君耶 你想想看 那這麼重要的缺 賴清德會給他選嗎 不會嗎 當然不可能啦 開玩笑嘛 因為如果2026 新北是被民進黨拿下來的話 2028 賴清德還有問題嗎 沒有 所以當林佳昌提出來說 他要選新北 2026 他提出來他2026要選新北的時候 他已經跟各方人士 各方有力人士開始交力了嘛 但因為他很簡單啊 因為你要如果今天賴清德要給他選2026的話 請問你能不給他擺一個副院長以上的職級嗎 不能給他一個 一定要給他一個高度啊 當然應該啊 所以當他同意選2026這件事情 他就是在內閣裡面重要閣員啊 所以如果當時我給你當副院長 就代表我要培養你去選2026 如果我要讓你當黨秘書長 你就NO SU 那這個NO SU 是不是我們賴總統的意思 還是我們這個 還是我們書前院長的意思呢 我們大家慢慢想一想 浩世偉 沒有為什麼 我現在已經政治外行了 我都看不懂了 國安的這個首長 換湯不換藥換來換去 因為美國大家都認知 剛剛在講那個顧麗熊 顧麗熊 寶杰哥你要知道 第一次公開讓大家拍到AIT美國總部 就是顧麗熊啊 顧麗熊跟吳釗憲那時候去了 對 以後還黃稱陪統有沒有 顧麗熊在這一次的 國防的所有交接當中 如果你都不懂政治也不懂新聞 更沒有像周慶文周謹亮 有獨家人脈的話 你看畫面就知道了 去中研院 中科院 對不起 去中科院看無人機的時候 誰陪統 邱國正跟顧麗熊 不是邱國正現任國防部長嗎 到國防部看秘密報告的時候 誰陪統 又是顧麗熊 那當然他現在是國安會秘書長 身分覺得很合理 可是李仲威 黃曙光 都沒有跟得去 那你怎麼可能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還要再聽第二次的國防報告 第三次的國防報告 所以那一場當中 一定有國防部長嘛 那就是江戶川柯南講的 真相只有一個嘛 那一場裡面的人 一定有國防部長 對 那個人就是顧麗熊啊 因為不是邱國正 也不會是邱國正嘛 他要出了那樣的事情 所以呢你這樣子整個 歐龍誰都會 就發現說 賴清德這次的這個佈局 很簡單就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叫做 蔡龜賴隨 所有蔡英文總統跟美國的對口 尤其以孝美行為主導 那你看 吳釗燮 顧麗熊 這都是美國都已經認識的人 所以就繼續用 國安會秘書長 國防部長 那第二個呢 叫論功行賞 一次排開 卒龍泰 鄭麗君 像鄭麗君當副院長 這件事情大家有點驚訝 可是我一點都不驚訝 以他在選舉過程當中 賴清德的希望工程 每一場都是他 沒有讓他當院長 我覺得他當院長 我還一度想說 真的沒有人 他不一定要把他推上去當院長 因為賴清德顯然 重點栽培鄭麗君嘛 他又是林義雄最喜歡的 然後他又年輕 然後他形象也好 再加上他是一個女性 所以呢 在整個現在立法院 沒有過半的狀況上 大家總是大家會比較客氣一點 第三個 卒龍泰 鄭麗君 帕麗安都已經有位子了 可是最重要的兩個人 就是林佳龍跟鄭麗燦不見了 那現在不見的就是說 院長 副院長 既然不是你們兩位 其他位子你們可能也不想要了 你今天叫他去當部長 民進黨 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歷練 那叫做六都的首長 這兩個人都是幹過六都首長 這等於是望龍之位 你居然把他們兩個都撇掉了 馬雀哥你講這個太專業了 然後再講一次 六都首長幹過之後 來我說 行政院的院長 這是我看法 因為過去以往是這個脈絡 六都的首長要去參加行政院會 對不對 列席嘛 那你今天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坐在那邊 他看到下面六都的首長 執政院市長 都是白禮猴 我卻沒有幹過執政院市長 我只幹過這個地方的縣市長 你真的鎮壓壓不住 所以這一次的卓龍泰跟鄭麗君 都沒當過 林佳龍跟鄭麗燦兩個都當過 一個桃園市 一個台中市 結果兩個職家市長 都當過以後 都沒有辦法換到這個位置 所以顯然賴清德 並沒有想要為宇重任 可是你搞到半天以後 既然沒有這兩個位置 也沒有其他位置 因為等於是降掉 也不想去 那你只能拼2026 可是寶傑哥我就講了 拼2026 2014林佳龍就台中市長了 拼準的職家市長 你2026再拼 而且我剛剛講了 你一講我在想到 那2026真的有林佳龍拼台北市嗎 說不定不是林佳龍 可能會是鄭麗君 那你的政治生命 基本上到這邊 就遇到了一個很重大的 關卡卡在那邊 今天很多人在傳說 外交部長 會不會是林佳龍 我覺得後續在觀察 因為我聽到的 好像徐司檢的可能性會高一點 所以宇軒 剛才講的 這週一天剛才講 裡面 有他很深的接班的佈局 對啊不知道 寶傑哥我訪問一件問題好了 今天賴清德很多人都在檢討說 哎呀你提了卓龍泰啊 鄭麗君啊 包括我們現在講到的點名 除了音隙系統的 我們不排除之外 請問一下 這些人都是誰的人 賴清德自己人不是嗎 很多人說他小圈圈 小圈圈 用這種方式去形容嘛 去罵他嘛 但我訪問一件事情就好了 民進黨是什麼樣的政治生態 派系文化耶 那其他派系怎麼這一次沒講 不是這一次很怪嗎 理論上來講 新潮流應該敲鑼打鼓啊 對不對 鄭國會林佳龍受了委屈啊 林耀昌還被吃豆腐啊 敲鑼打鼓啊 為什麼全部通通都沒出來 為什麼 這代表派系的力量 已經全面視尾了嘛 這在講這個道理嘛 我就問啦 新潮流他有沒有底氣大聲 他哪來的底氣 桃園他選得怎麼樣 鄭麗君洗臉耶 輸到那裡咧 台中請問立錦翔有三道便宜嗎 也沒有嘛 那南部城局 他可以跟你交代啊 劉四方 這剛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你仔細看這一回 為什麼賴清德他說 哎呀我要退出新潮流之後 然後那時候大家還想說 真的還玩假 我跟我講 退出新潮流 我覺得是玩真的 但現在要搞一個叫什麼 當初蔡英文搞一個叫什麼 英系 英派 第一時間那時候叫英派 然後說人人都是英派 有沒有記得那時候喊民進來喊一句話 人人都是英派 因為為什麼 那時候也有一個重點 派系統統都是我 那時候唯一最強大的 全部人大家一個眼睛盯著看是誰 蔡英文 所以賴清德很顯然 你不用從小圈圈的角度去看反而 看反了 反而是這一回 在所有派系 對於他的人事任命 完全拿眉皮條的狀況下 他有意要創造自己的英派 賴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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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所以仔細看 除了國安系統 我們講國安系統 為什麼動不了 你要講美國關係 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我反問一個問題 小法律 這很簡單 請問一下國安系統 唯一台灣能夠保衛國家安全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美國啊 就跟美國聯繫嘛 所以好 各位這件事情確認 那整個美國聯繫的狀況下 到底是美國說了算 我們說了算 是美國說了算 所以這個反而不像是說 美國清點誰 是簽列一個表列名單 就說這個名單範圍之內的 哪些人哪些人我可以接受嘛 所以你說顧立雄去當國防部長 意不意外 台灣人不意外 為什麼 台灣的國防請問 要保衛台灣的國家安全 到底是跟美國的關係 良好到一個極致 能夠拿到優秀的軍售 然後美國願意來出援軍 還是說我對於國防的東西 非常追根究底的了解 當然是前者啊 台灣的立場就是這樣子啊 你不管軍事在了解 巧妇男為無名之吹 而且再來各位不要忘了 顧立雄他有個特質 你講他萬用對不對 萬用他有個重點 為什麼他在金管會 也沒有出什麼皮肉 為什麼他到黨產會 也沒出皮肉 國外會秘書長也沒有出皮肉 其實沒有什麼巧 他有個特色 殺 黨產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殺 線上跑 我親自去拆謊過他 對不對 他就是這樣啊 不斷的殺嘛 對國民黨他沒有手軟過 沒有也沒跟你囉嗦 也沒有什麼隱色殺傷力最強 我故意雄不講什麼話 就殺殺殺 一刀一刀再抬下去 金管會的時候有沒有 殺 什麼南山人獸 各大金控 還有中信金 對反正三大人獸金控 我看你不高興 我就殺 所以未來他到國防部第一要務 就是如同我們講的 你三軍再繼續內鬥 內鬥 我就先拿你們來開刀 對不對 人家說台灣現在什麼都欠 台灣現在欠 現在媽祖欠肉 現在北部欠油 南部欠了 欠水 南部欠水 南部台南欠水之後 光電還這麼熱 他現在說什麼那個 北門那裡 四十二度 這麼熱 四十一度 四十一度半 有人要留到四十二度 有人要四十度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四十二度 才三十二度就四十度 外面幾度 你這樣算 就是說 我們在外面 譬如我們這裡 正常我們這裡是三十度 對啊 他四十二度 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 說水 軟 跟這個光電 我過年前 剛好李高梅 要揮露進政力 我把他們送三十萬去 但他們不是沒錢 就是那個自救會 兩個太陽 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兩個太陽 所以今天是什麼 就是很熱 我去的時候是寒冷 他過去 我過去是寒冷 寒冷 你知道我們頭比較軟 對 所以比較沒那麼軟 所以外面 差不多在那二十三四度 沒那麼下就是 對 二十三四度 我跟你說 他就三十二度了 所以你如果到三十度 他就四十二度半 那我們只是把錢送過去 說你要撐住 然後我會找媒體來拍 那我去的時候 我自己去的時候 他講到平常 我聽到心 然後有一家媒體真的來了 年後就去採 然後要去採訪的時候 他先用話 跟我約談 我說你去 他要去拍光電廠 他說 有人會給你採訪 他說 會嗎 我們媒體 我說你試試看 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 他如果給你採訪 你去說 檢察官叫我來 這幾個剛好用到 他去拍 真的有人給他採訪 你去採訪 你去採訪 他在施工 他說沒有 檢察官叫我們來協助他 比較重 所以你要了解說 整個然後 太陽能光電 然後房價高 為什麼 因為說台積電 三奈米要在台南 你知道我們用水有多大嗎 其實 現在也缺水了 我說去年就叫農民休憩了 大家都知道要缺了 我們已經將近兩年多 沒有 我們台南沒有下雨 沒有真的下雨 大雨 今年春雨也沒有 我兩年像我死 我就知道 我壓水還沒浮就死 正常不會死 台北我現在等 每月雨來我就鑑定了 我現在也不敢鑑 鑑也沒有好 沒有好啊 沒有水啊 所以缺水是病人的 我再給你們報告一下 我們台南人多可憐 台灣的水口我們這麼多 結果我們現在三毛水可以贏 我們的水要讓高雄贏 五三頭真聞水庫 高雄吃我們的南化水口 我們南化水庫水給他們 再來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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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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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